湖西湘中西村,临近203号县道中正桥头 为行经北环203县道的必经之地 与燕晴雨鸟雨鱼港相邻 拥有丰富的潮间带和港口资源 于退潮时更能够登爬至燕晴雨欣赏绝美风景 尽管中西村拥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 然而许多游客与当地居民对这个村庄一无所知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西社区 村长郭怡妹及社区理事长积极参与社区推动和推广活动 在112年度 中西社区投入澎湖县政府建设处主办的社区空间营造竞赛 选择湖西湘中西段地号684号作为基地 进行环境整理和绿美化工作 利用中西二字的独特设计打造入口异象 不仅深化了游客和当地居民对中西村的印象 还巧妙地利用废材进行资源再造 致力实现环境整洁的目标 因为中西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社区营造 然后他们委托我的时候 我刚开始觉得说 我不知道社区有没有这个人力 之前就一直跟村长一直沟通 一直沟通 那他就跟我讲社区的故事 他说社区本来是有一个构想 他们想要用湖球 说不要用湖球 因为你们社区要有你们属于自己的特色 那时候他说我们东西有在做箱啊 那做箱 那我们就开始找做箱的一些方法去做营造 可是觉得说好像也不太符合 后来我们就找了一群社规师 还有我们村长 还有干事理事长 还有老村长 都一起来讨论了 然后最后我们就以中西两个字为路口印象 然后当在做完之后 大家都会很有心的会提供我们一些想法 那做完之后就好像还少了一点 我们以宴起雨做一个出发点 那我就做了几支宴 那代表就是中西的居民 然后要飞出去看 看完整个澎湖的世界的村庄是怎么样 然后再回归宴起雨 回归这个岛 然后就是叫爱回 要回归回去自己的故乡来做发展 有就是我们村内的人 大家都志工完全一毛钱都没有 出钱出力 又出家里的任何一个机器啊什么的 就是能提供的车子啊 吊车啊 全部都他们我们社区能提供的 包括我们社会师我们的餐备 我们通通都没有 而且之后我们做一些绿美化之后 我们交水的那些志工的钱也都没了 完全都是大家同心协力 就是真的 我只为了把社区做好 让大家更多人认识我们中西村 然后我们就借这个宴请党来 让大家来认识我们中西 因为这个地界刚好就是在我们中西村 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我们的第一步 希望我们之后我相信还可以更好 真的都不是为了钱 包括他们社会师也一样 他们是我看到的社会师最有责任的 他们有时候要什么钱要什么 他们都不用 他们说你们就要看做什么 那你们就可以找什么人来协助我们 那因为金费有限 那我们就用比较克难的方式 全部所有里面的东西都是找我们社区里面的 我们自己社区的人来做 同时透过雇佣社区居民参与购料的方式 进一步凝聚社区情感 并结合当地特色 推动中西地区的地方创生 诚挚欢迎各界利林参观 共同见证中西社区的转变 感受中西社区透过合作与努力 所呈现出的美好面貌 中西村名称的由来 惊人之研究系由中寮西寮两个聚落组合而成 顾名中西 中西村本来是顶湾社两个群落 后来逐渐形成社 分别称为中寮社和西寮社 台湾战后为了实施地方自治合并为中西村 所以中西村又有小顶湾之称 记者 陈淑惠报导